我找你初学佛的时候 看到一个老爵士 李济华老爵士 我讲经的时候也讲过几次 这个人 找你 清净应望那死 实在是清净应光大死的这些人 念佛都念得好 我生的位相都非常殊胜 但应足实在是了不起 迪拉居士 那个时候是夫妻两个人 80多岁 住在台北 几个小孩都在外国读书 在台湾就是两个老人 相依为命 晚年不寂寞 同餐道友很多 他在台北 办了一个迷游念佛团 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们 每一个星期 有几次在一块念佛共修 这个团体完全是居士团体 未发死 讲经 讲开示 都是老居士们 自己来承担 这些老居士 有学问 有德行 李济华老居士 跟李炳南老居士同学 都是应光大死的学生 李炳南老居士 李炳南老在台中 他在台北 年岁 他大概比李炳南老要大十几岁 五生之前两个月 就由现象观察得出来 但是这是私后才看出来的 私情看不出来 这两个月当中 他利用这个星期 星期天朋友们都不上班了 每一个星期天都去访友 实际上是给这些老朋友慈悉 见最后一次 我孙子那一天 他跟他太太 坐三轮车 那个时候台北市还没有 这个计程车还没有 早年有三轮车 老夫妻两个坐三轮车 到念佛团去参加共修 他在路上告诉他太太 他说我要往生了 你一个人会不会感觉到寂寞 他太太太是多说佛的 你能往生 那是好事情 你就不比我了 这太太马上就同意了 这样欢欢喜喜到念佛团 他们共修就跟大佛妾一致相一样 当中有讲开始 有半个小时 共修时间是两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念佛了 当中有半小时开始 那一天是他一个老朋友 轮到魏老居士开始 魏老跟我很熟 那么他就跟魏老居士讲 他说今天我们两个对调一下 今天这个开始时间让我来讲 跟他两个对调一下 这讲开始的时候 他一口气就讲了一个半重点 把后面念佛的时间全部都占去了 那毕竟他是团长嘛 老人大家都非常尊重他 一个半重点 一个半重点 苦口婆心劝大家老是念佛 讲完之后 讲完之后跟大家说 我要回家去了 大家以为他年岁那么大 讲了一个半重点 讲累了 他下来回家去了 那你知道他下来之后 他们那里有个小客厅 他在沙发上一坐就往上 你们想想看那个多自在 往生之前跟大家讲开始 讲一个半小时 讲完就走了 没有病痛啊 在家居士 说走就走啊 走得这么潇洒 走得这么自在 他走了以后 副团长 王天明老爵士 接任团长 请我到他那个地方 讲弥陀经要解 弥陀经要解讲完之后 接着讲那些信 我在他这个道场 讲了好几步去 表演给我不看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世间其他全都是假的 这个选择上上层的选择 摄法界 他选择做佛 他为什么能够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 只有一句话 他放得下 我们不能够放不下 每一天念佛 每一天念佛 还有胡思乱想 你没关系啊 人家除了念佛讲经 没有一个咱念 就成功 是哪些人 有没有咱们 这一天念佛 能够放不下 没有咱们 那些东西 有点好 是谁能够放不下